好那我們在這裡就用P啦 然後呢這個 它這個螺旋線啊 它的螺旋角 就這個角度 叫做Alpha 它是那個Twisting Angle 螺旋角 那另外一個還很重要的角 就是這個 這個螺旋它本身喔 這個 形狀的一個傾斜的 算是一個壓力角 我找一下 那 算是 這個角度 這算是應該是叫Pressure Angle 它叫Thread Angle 就是螺旋的 就螺旋的 螺旋的 Thread Angle 所以這三個單位是很重要的單位 那另外還有一個單位就是這個是中心線 然後 然後 它大概會有一個類似結緣的概念 然後這個半徑 就是 算是 螺旋的主要的這個 算是受力的半徑 你可以算是一個Pitch Circle 有一點這種概念 那為什麼要在中間呢 等於說 在一些這個 受力的分析上 其實它跟牙跟孔那端的 螺孔那端的牙 兩個斜面接觸 那平均起來 它當然是假設說 這整個 面都 緊密的貼合 但是多說少少有點間隙 那 它也是 分析上 就假設說 那就是很完整的這個斜面都在承載力 然後 為了要做力學分析 它就把這個施力的這個位置 算在這中間 所以這個半徑就是那一個 類似正中間的位置 算是一個施力的半徑 那 這邊通常就叫R 我的課本這邊是叫RT 好 那這個時候就出現了很複雜的這個 立平衡 很複雜立平衡 我畫一個簡圖給各位看一下 有機會的話你就試著瞭解 開票 謝謝 請問 先來的微量 先回答 就是 雖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的力学相当复杂 那为什么会画一个斜斜的三角形 在干嘛 他意思是说 他把这一个螺旋面啊 他把它想像成那个螺旋状的把它拉开来 变成一个斜斜的像溜滑梯一样 大家可以想像吗 螺旋溜滑梯 拉成一个正的溜滑梯 这样子来看 然后这个拉成一个正的溜滑梯以后呢 那个溜滑梯上 你就把它想成我们现在那个螺旋的那个崖 被拉成一个正的溜滑梯以后 他会跟另外一端的牙贴合 那底部呢 会有一些支撑力 就是你的 他这个是 你想像一下 就是说我们有一个螺牙 他要去 去承载一些力量 那就底部有一个支撑力 然后横向呢 有一个算是 你看 我现在这已经是沿着这个圆周化了 那如果圆周上有一个这个力的话 其实就是一个 类似这种扭力 类似扭力 所以有一个力量在这样顶着 那如果我的螺牙底部有一个力量 然后横向有一个这个扭力在顶着 就好像是说 我有一个 向上的这个螺牙 然后我横向上有一个力量去 好像在悬这个螺牙 那到底这个牙的面上发生了什么事情 然后这个牙的这个面呢 斜斜的 跟对面的这个力呢 会有一个作用力叫Fn 就是正向力 但为什么这个正向力要呈上cosn呢 因为这个正向力啊 是斜斜的降过来 斜斜的 然后在分析上我们会把它转正 我们只管这个垂直方向上发生的事情 所以这个斜斜的力呢 如果把它乘上cosn的话 就会变成是正面对这个螺牙的一个力 它是其实是力量 那今天就不花太多时间介绍 但Fn 乘上cosn的话 就会是正对这个斜斜的螺牙的这个斜坡的这个正向力 那这个正向力呢 因为这个斜坡有螺旋解 所以这有一个α解 所以这个Fncosn呢 它有这个垂方向的分力跟横方向的分力 垂分力还要再乘上这个cosn 那横向分力乘上sine 那因为这个正向力 在这个地方会有碱力产生的 碱力 所以就会有摩擦力产生 不是碱力 摩擦力 所以就μ1乘上Fn 那但是这个μ1乘上Fn 那但是这个μ1乘上Fn 就是去乘它真正的那一个摩擦力 而不是乘这个只有正对这个面上的分力 所以这里有一个这个摩擦力 然后在这个坐标图上 它有垂直跟横向的分力 是这样子去做力平衡 那它最后的力平衡呢 很复杂 稍微写给各位看一下 如果有一天 各位对这个很有兴趣的话 就水平的平衡跟这个垂直的平衡 那它还有一个产生多少TALK 产生多少TALK TALK的话呢 会是这个E呢 乘上半径 就是这里有一个叫Fn RT的 然后 透过计算 F呢 FnRT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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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er FnRT R...R...T 然後...呃...還有這一項 還有這一項 肉加了 但是...這個部分因為他是Talk Talk的話...半徑不一樣 那...都寫在一起好了 都寫在一起 就寫成...再加... 還有這一塊 就假設半徑都一樣 μ2w乘上R...T 所以你可以知道說 你要去鎖羅斯產生的這個Talk 他可以透過牙跟牙之間的作用 還有這個摩擦力的關係去算 我到底...他們之間關係是什麼 所以其實... 牙的力學分析還蠻複雜 我只是利用這個很簡單的...不簡單啦 但是就是...用這個Case來告訴各位 我要產生多少Talk的話 他要克服的就是牙跟牙之間的摩擦力 還有你的螺絲本身 跟...都會有一個平面的接觸面 那邊有摩擦力 所以這邊的New Tool 就是那個螺絲跟你的那個作用面之間的摩擦力 所以相當複雜 那...至於...有沒有人在算說這個牙會不會斷掉 這一本課本倒是...沒有... 花很多時間教...那個...牙會不會公牙 但我相信...可以依循我們再上那個... 其實我記得那個...只是... 我現在一時之間找不到 他基本上也是把... 這個牙當作懸臂雁 然後去算他的Bending 所以去看這個地方會不會崩壞 那因為你要先...你要先知道他的壽命多少 你才能夠去算這個...尺會不會壞掉 所以...一定是...你要先知道說... 這整個系統他產生的外力是什麼 那外力就會是你的Talk 然後這個Talk呢會對於這個牙裡面 每一個部分他的作用力 會產生多少的相互作用的力量 你就可以算出來 那那個力量呢就會作用在你的牙上面 那你...你再把這個牙當成一個懸臂雁去分析的話 你就可以去算說...這個牙內部的Bending是多少 因為你用多少的Talk去轉的時候 產生了多少的力量 對這個牙產生多少Bending 你可以去做那個...Bending的力學分析 那...我沒有特別介紹 所以光這個螺絲本身它有好幾種分析 剛剛第一個分析是說... 我的這個...螺絲在這個... 律力下...它被拉長了 然後...讓我可以去夾緊這個物體 因為這個律力會有夾緊物體的這個物體 那我如果在動態受力下 靜態受力下這個螺絲會不會壞掉 那這個夾持力 我可以承受多少的外力讓它還是保持夾持 那動態受力下 這一個螺絲它可能會因為動態受力產生了疲勞 那它的觀念就是 你要用動態醫學 有很多動態醫學的模型 你可以去評估那個螺絲會不會老舊 那再過來 我也可以去探討它牙之間的這個作用 那這些都是 其實以前我在上這些範圍的時候 老師就像你這樣子 就像我今天這樣子的教 然後再來就是考試 那考試的話就是 你就看那個老師要不要你背公式 那有的老師就覺得說要背 然後也不知道在背什麼 那有的老師就說不用背 我背你公式 那就是帶進去 也不知道在帶什麼 因為到後面就是很長一串嘛 然後你就知道 喔 這個大概那個 這個大概那個 那這些公式啊 絕對是考試完以後 任何人都會忘記 因為很長嘛 它就是一個力平衡 但我覺得觀念是可以 強健在你腦中 就是你要知道說 今天如果你是在分析一個螺絲的設計問題 它會牽扯到很多很細微的事情 那如果你沒有這樣的思維的話 你永遠都只能當作這個原件的使用者 你不能當設計者 你如果想要成為機械設計工程師 或是機械設計工程師 或是機械設計工程師 你要去從很多的面向去思考 這個原件它會受到什麼樣的這個 就是它受力下它會變形 還是它會模號等等 很多問題要探討 那我是希望可以透過快速的 讓大家了解得比較廣泛 你會對某些東西有興趣 要對這個有興趣還不太容易 因為 不考試呢 就沒興趣嘛 考試呢也沒興趣 對不對 都不會有興趣 那推導它呢 就好像沒有什麼目的要推導它 我為什麼要今天來推它呢 所以這個 呃 現在 我覺得 學這些事情的那個 動機都要發自於自己 有沒有想要去 了解這些事情 那如果你有了動機呢 我們只是引導你的 好不好 那因為我們 這一堂課的宗旨就是 不要 使 教這堂課 把它交活一點 那 我覺得我花很多時間在那個 動態力學 破壞 還有 靜態力學破壞 動態力學疲勞的觀念上 有稍微 花很多時間在介紹 那自己 原件上 它會因為 幾何關係 東西與東西之間 作用的關係 它的物理 它的力學 它的 數學公式是千變萬化 那 這個時候 你有一天遇到了 你就是要先冷靜的去思考 到底 它內部發生了什麼 力學相關的這個互動 那到底合理的 數學公式應該是什麼 那你如果能夠 以力平衡的角度 把 數學公式推演出來以後 那個通常就是一個 靜態受力的情境 那現在你受過機械設計的訓練以後 你記得要思考一下 那你當時考量的這個力學 會不會有動態的狀況 那如果有動態的力的話 你就要了解 有東西它的強度會衰弱 那 這個時候 你通常會去 再做更安全的考量 就是安全性 我覺得這堂課的精神就是這樣 那我想 等一下下課以後 我們就只剩下一件事情 就是 飛機比賽 大概就這樣子而已 那也沒有什麼其他 在評量各位 所以 大家還有其他問題嗎 那至於 學期的那個成績 齁 我想 不太可能 給大家歐巴 總會有人被盪 那我會 那我會 我是希望 我都 不要先不要看那個 加拳的那個轉表 我就是 按照我認為合理的方式去做任何的評分 然後呢 就套到那個加拳的總表以後 我希望 套進去以後 就會直接 那那個加拳的總表 學期初有獎 每一個部分大概佔幾趴 我就會照那個方式去加 那 如果 套進去啊 我不擔心 套進去以後 很多人 很低分 因為這樣我可以加分 我擔心的是套進去以後 就歐巴了怎麼辦 那就表示 我考試考太簡單了 沒有啦 沒有啦 應該還是 是有人 你表現不是很好 所以 如果你今天 你知道你 這幾次考試都不是很好 你還想要 爭取一點點在那個 懸崖邊緣 跨越的機會 那你就是 期末 這個 只剩下期末 競賽 還有評量 有機會 那通常我會 一個組啊 他每一個組員的分數 會微微不同 因為我會根據報告啊 根據 助教的這個觀察 那可能會在某些分數上 有時候會有一點微微的變化 但是那個微變化不會太 不會差太多嘛 你整組表現好 就 你如果是那個 好的組裡面最爛的 跟爛的組裡面最好的 都會 就是 跟你那整組的成績不會差太多 就是稍微有點正負為條 我希望做到公平 然後 如果你可以因為那樣的評分方式 最後 就把你從那個 拳崖邊 救上來 那就剛好救上來 那會盡量 那個 我們叫做法子 就是會有一個切割點 盡量切在一個比較公平的地方 就是說 最後一個過的 跟第一個被當的人之間差很多 聽得懂嗎 最後一個過的就是過的裡面最低分 第一個被當的就是當的裡面最高分 就是最追的那個人 我會通常會希望那個 這個最後一個被當的還有第一個 最後一個過的跟第一個被當的那個差距 大一點 所以有時候 我們條分都會調到那個 差不多那個地方 那就是讓 第一個被當的人 他也覺得說 我應該被當 你再把我救上去實在是太過分了這樣子 連我都可以過的話 這堂課就沒鑑別率了 那種感覺 大概是這個意思 那我知道通常我們在條分上 在 總會有人來要求要 然後 可不可以再怎麼樣 我是希望我們這一學期就 不要 不需要做這些事情 大家都 拿到自己該拿的分數 好 那 還有沒有什麼其他問題 沒有的話 我們還有期末簡報 我還蠻重視那個期末簡報的 就是 大家可以盡量好好的報 那我那天我就會看說 誰有來誰沒來 你們上一次那個 進度報告有時候就沒有全部都出現 我也會蠻重視說到底誰做了什麼 因為 我也只能盡量 在每一次的評量上 知道每一個組員的差異在哪 我到時候 我在評量的時候會比較公平 好 那就 接下來幾次的評量再見 OK 掰掰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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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